在我国北方地区 每到冬至这天都有吃饺子的习惯 俗话说得好 冬至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 在陕西西安 318种花样饺子 不仅被首批列入了 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还成功地挑战了大世界金丽丝记录 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18种造型各异 美味绝伦的饺子业 瑶池天鹅 荷塘月色 百花迎宾 翡翠白菜 如果不说 您猜出来了吗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饺子宴 每一个饺子都宛若一件艺术品 各个赏心悦目 令人垂涎欲低 又不忍下快 我们的饺子有318种 一饺一形一态 白饺百旋百味 318种花饺造型上 结合了捏素 雕塑 组合 点缀等技艺 使每一款饺子 形象技术都与现代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有像鲸鱼细水 有的如欢蹦的小兔 有的形似瘦陶 有的如珍珠 除了新颖的造型 五彩缤纷的颜色 也让每一个饺子 披上了华丽的外衣 美妙精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饺子的造型和口味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冬至这天 很多人都会选择和家人朋友一起 团团圆圆 品味家的味道 冬至 一般我们全家都会出来吃饺子 因为咱们这个饺子馆时间比较久了 我们小时候 家里的大人就带着在中楼那块去吃过 味道也不错